好颜色 我是30岁的人了 介绍不惯 甜的 这个视角很甜 不怕你看他们的照片 我嘴巴都垮不下来 其实很甜的样子 这两天 一份名为 2022周深音乐之旅的行程表 在网上被疯狂转发 一时间吸引了大量网友关注 首先站在客观角度来说 周深毫无疑问 是2022年上升速度最快的歌手 甚至这份成长 已经超过了很多同期的新生代 几乎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重复破圈动作 这种力度放在疫情的大环境下 显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多少亿人甚至连活都接不到 偏偏周深马不停蹄 奔波于各个舞台之间 除了实力过硬之外 更多的是外界对周深的一致人 我只想要蜡烛流年好好地说声再见 遗憾感谢都回不去昨天 我只想铭记这瞬间 我们一起走过的光年 我只想要蜡烛流年好好地说声 但说归说 很多人还是无法体会到其中的震撼 只有当数据统计真正放到眼前的时候 我们才能彻底了解 2022年的周深到底有多红 初步统计 周深在2022年发表了超过30首原唱歌曲 其中包括国语 粤语 日语 英语 法语 俄语等等 此外 周深正式的舞台表演已经超过了100场 其中还不包括一些小型的演出 别说今年大环境普遍不理想 就算是放在往年 这依然是非常厉害的成绩 而且周深还参加了很多大型综艺节目 2次 3次 2次 现在我还没评到 我这样 什么意思 就是相机发现 是同一种 全部你一起起来 哦 我会再认识超过3秒 多么细 你要这么重啊 来 来 OK 那我们准备一下 准备3 2 1 7 1 5 好 3 4 4 7 8 8 5 1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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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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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忍不住为其点赞 二 说了一些三观很正的话 惹来大量网友共情 不论怎么看 这两种热搜都谈不上营销 能得到认可只是因为有道理 足够吸引人关注罢了 而且就像部分粉丝在热评说的一样 周深2022年这么多的舞台和晚会表演 如果连热搜都上不了 岂不是白猛活了 所以用营销咖来形容周深 真的太草率了 只能说这位年轻歌手 又堪比营销咖的热度流量 同时又具备了横扫同辈的唱功 最后两者互相结合 造就了他的传奇故事 如今2022年马上就要结束了 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能够看到周深更多的精彩表演 同时也对他如此高强度的工作 表示担忧 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 尽量减轻一点负担吧 娇人之歌是周深在与君出香时里的片尾曲 旋律一响就令人沉醉 听到此曲我一度以为 美人鱼的歌声就是这样的 海妖就是海妖 那美妙而空灵的嗓音实际心扉 在奔跑吧节目里 大家玩水炸弹游戏时 被周深呆萌的样子蒙翻了 这个找不同的游戏 类似于大家来找茬 周深左看右看 愣是没看出哪里不一样 放了几次没看出来 惩罚环节开始 水炸弹下来时 周深双手抱头的样子 简直太可爱了 被水炸弹浇了一身水 还笑得那么开心 屏幕外的我们也跟着开怀大笑 周深除了唱歌好听 也很爱玩闹 给人小机灵的感觉 想不到是小呆萌 周深找不同 不是看出来的 是靠猜出来的 不过知道的是不是太晚了呀 周深唱起歌来 让人感觉在海底深处 歌声动听的美人鱼 周深说 上大学时 我跟父母 最多也就是一年一个电话 旁边的何炯一脸不可思议 一年才一个电话吗 周深 我小时候六七岁 就要给爸爸妈妈做饭 上学也是自己一个人 从来没有人在校门口等我 下大雨也没有人等我 去医院也是我自己一个人 我真的就是一个人长大的 话还没说完 旁边的撒贝宁和何炯 就露出了心疼的表情 接着周深又说 因为从小爸爸妈妈做生意很忙 平常每天早上走了 直到晚上才回来 就感觉平常都是自己管自己 三贝宁连忙安慰他 他们是忙 但是他们绝对不是不爱你 周深 对 因此最近几年 不知道是感觉父母年纪大了 还是怎么了 从刚开始一年一个电话 到后来一个月一个电话 再到后来一个星期一个电话 到现在可能两三天一个电话 就感觉想要跟他们多点沟通 而且还要天天调解他们吵架 好吧 原来真的不知道 周深小的时候生活竟是这样的啊 从小自己一个人长大 啥事都要自己扛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确实 现在好不容易跟爸爸妈妈感情好了 却还要调解他们吵架 看来周深的生活也是充满艰辛啊 不过 这也刚好能看出来 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的确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周深不仅没有自我放弃 反而一直踏实努力 现在终于走到了观众的面前 无论是参加综艺 还是表演唱歌 周深都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从这方面来看 他也的确是一个踏实努力 乐观开朗 而且不抱怨 时刻理解父母的好孩子